将修行落实于生活,将佛法应用于人生,欢迎来到禅心学院,聆听达观师福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畅谈六祖谈经,一二四,口单说空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口单说空,万劫不得见性,终无有意。 善知识,摩合般若波罗蜜,是范语,此言大智慧,道彼岸。 学般若的人口中单只会说,缘起性空,或诸法空向,或一切法必尽空, 却万劫不得见空性。 懂很多,若做不到,终无有意。 你应把经典当成镜子来看自己,你一定有什么毛病,否则你早就成佛了。 你归劝他人放下,自己也不放下,常叫别人知足常乐,自己却欲望一大堆。 纵使你说的皆是佛话,也只是英武学舍,你还是迷人。 何谓空,如果它形而上的东西,怎么讲都没有意义。 从本体来讲,空即自性,从作用来讲,即不执着。 空包括时间,空间,亦包括物质的本体。 过去心,现在心,和未来心,此三心不可得,即时间的空。 实法界,即依法界,即你的心,这是空间的空。 一切万法,皆原起性空,这是物质本体的空。 一个人,能通权答辩,为作用之空。 空,不是单一的概念。 更具体来讲,嘴巴没有空,你不能吃饭,鼻子没有空,你不能呼吸。 耳朵没有空,你不能听,眼镜没有空,你不能看。 屁股没有空,你不能排泄。 毛细孔没有空,你不能散热。 肠子没有空,你就出状况。 肚子没有空,装不了五脏六腑。 你若死记一个概念,硬背一个名词,与实际生活的现象作用不能结合。 这种空,即口单说空。 比如,你看一个人写的书,或听他讲话,就认为他是个开悟的人。 其实,有的人只是口头,文字会表达,而非真懂。 若他有良心,他会告诉你事实,但有人却希望更多的人肯定他。 懂不懂,你自己知道,你可以去证明,要懂,唯一的方法,即不断实践。 善知识,你们要真懂摩合般若波罗蜜法。 摩合般若波罗蜜是梵语,即我把事情完成了。 孙中山先生说,如果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,成就是大事。 此波罗蜜所言,即离苦得乐,解脱,或大致会道彼岸。 道彼岸是一个假设,假明,只是给你一个方向和目标。 此岸和彼岸,中间为苦海。 苦字,指的是人世间苦。 你若知苦,灭苦,即能到达彼岸。 以真理最究竟意的角度,此岸彼岸和中间的苦海,皆为虚设。 不过,你现在还是很痛苦。 苦还是你的事实。 苦就是束缚,乐就是解脱。 其实,你当相学习,不再创造苦。 比如,当你脚痛时,光是这种痛,你就受不了。 你会一心一意希望它好。 你怎么会再伤害身体的其他部位呢? 但是,你现实的人生,却非如此。 你已经很痛苦,却一再让自己苦。 只要不再创造苦,就是一种离苦。 魔喝,为大,即自性,是体,般若,即智慧,为用。 魔喝般若,即体用衣如也。 你不明心见性,什么都不用谈。 有人没有承担,依赖阿弥陀佛,想往生极乐世界之后,再明心见性。 你何不现在就明心见性呢? 如果你的潜意识有依赖,对自己没有信心,你就不会精紧。 你力所不能及的,当尽力去做。 做到最后,你开不了物,在仰仗佛里,往生极乐。 极乐世界跟明心见性没有冲突。 明心见性也是可以往生极乐。 有人喜欢打坐或念佛,不喜欢多经典,其实是逃避经典。 你要问自己,你内心一定有喜欢或不喜欢,这就是你的习气和好恶。 你当从这里下手去修。 文后思维,你有没有掉入喜欢说口头禅的陷阱呢?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,感恩达观师父教会,感恩您的聆听,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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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 感谢观看